在农村花40万能建一栋什么样的豪华别墅 这个房子是我表哥的 今天正好是他的桥前之戏 顺便也带姐妹们参观一下 我表哥在农村花40万建的别墅到底有多豪华 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看这大门够排气吧 首先用入眼帘的就是他们的私人停车区 在农村啊 有一个自己私人停车的地方 真的省了很多的心 这边呢是他的正大门 因为今天是桥前之起嘛 刚招待完自己的亲戚和朋友 所以家里有点乱 这边呢中间是一个露天的小月 下天的时候一样几个朋友吃个烧烤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大型的湖卖厨房 在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就用上它 然后右手边呢是一个小谷和湖卖厕所 它这个别墅底建下来是四层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看看 一进来 你看看一个超大的客厅 空间够大了 右手边呢是卧室 你看 你看 这座卧室工间也很大 四层房最大的好处就是 床高能达到3米3 最让我羡慕呢就是 每个卧室它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 你看 这边都是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间 那一楼呢是配备它两个卧室 这边正前方 突然卧室呢 正前方是一个大的餐厅 那边必须一个大餐厅 家里男人的话呢 同时有哪十个人去办 餐厅旁边呢是一个小厨房 这边是厨房 也很方便 还挨着餐厅 真的很方便 走 我们现在去二楼 我最喜欢都是这个楼梯的 大家看一下 太洋气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二楼 一上楼梯 这个右手边呢 是一个洗衣区 干涉分离 这边是一个客位 看到吗 然后对着客位的地方 是一个小书房 这个书房还没布置啊 后期会把它布置一下 然后正前方呢 这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二楼有三个卧室 每个卧室的空间也很大 也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洋台我也很喜欢 你看 现在是冬天的下午四点半 你看这太阳还是这么好 整体的落地窗 视野也很宽广 冬天的时候 把这放个小洋仪 喝着热茶 真的很惬意 这个上面呢 就是三楼 咱们就不去参观了 因为三楼和二楼的格局 是一模一样 我带大家再去参观一下地下室 走 地下室的空间也很大 但是呢 现在是没有打造 我表哥说 后期要把这个地方 打造成积极的四十一月 我表哥这种房的占地总面积呢 是三十乘十四米 盖主题花四十万 后期装修花四十万 八十万就能满足三代人的需求 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假如你有八十万 你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楼房 还是会选择在农村建一栋这样的豪华别墅呢